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从格斗式开始 在做后腿同时也是一样的 首先是我们的前脚先从步伐开始 前脚的移动也是要往上部的同时 左前方旋转 这个时候你的胯已经打开 在这个时候你提膝的角度就有了 更快 大家看上部同时提膝 提膝同时脚支撑队自动旋转 看下脚再做一次 左前方上部 上部同时自动旋转 提膝的时候自动旋转 再来一次 大家看上部提膝旋转 是一起完成的 是一起完成的 大家看好 上部提膝 好做一下完整的动作 侧面的大家看一下 首先上部 左前方点地 点的时候旋转 身体旋转 好做一下完整的动作 在积打的瞬间 胯膝盖脚腕是绷紧的 回收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膝盖的控制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角度 在做边腿的时候 膝盖不以过多的 去往左边做旋转 一定是前方 我们边腿的技打 是前方往前面做的 而不是横扫的 所以这块同学们也要记好 来大家看 膝盖 膝盖的控制 在你正前方 在这个时候呢 膝盖控好之靠的是什么 甩手的同时 边腿甩出 我给大家做一下看一下 膝盖固定 控好旋转 在这个位置的同时 甩手 甩手摊腿 来一次 固定 旋转固定 甩手摊腿 好再来一次 膝盖一定要固定好 膝盖一定要固定好 右腿提及时要充分运用 拧腰转胯的力量 支撑脚合力旋转 对打击目标产生较大的攻击力 击打目标前不可有较大的预养动作 即上肢不可过分向左倾斜 启动速度快 幅度小 并在踢击时保持好自身平衡 除右腿外 基本与前边腿动作要点一致 边腿是散打中一种常用的屈身性进攻腿法 其速度快力量大 在实战中跃用率高 主要以弧线的方式进攻对手的头部腹部及腿部位置 其技术动的实施 既可以与其他拳法配合 腿法相配合 先发制人 又可抓住对方进攻漏洞 进行有效的反击防守 基本与前边腿作用用同一致 对边腿的防守可通过后闪 提膝 格挡 接腿等方式进行防守 基本与前腿防守方式一致 属于对方后边腿力度进行合力防守措施 一番错误及其纠正方法 脚背放松 膝没扣住 力点不准确 容易使腿部受到损伤 纠正时按动作要领 利用边腿多做击打沙包 脚靶等练习 体会击打时脚背的肌肉感 和击打目标力点的所在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做后边腿一番错误的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隔着式在上前步的同时 我们的后腿中间的做工距离过大 不要过早去挺胯 这是第一 第二 过早挺胯容易导致第一是幅度大 对手容易判断 第二你的肌打目标是没有的 因为距离感已经没了 给大家做个示范 注意事项 上半步 拉身体 后仰挺胯 这个要大家多注意 还有一个大家看啊 背对着大家看 证明大家看不清 在做后腿的时候 我们的站姿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 上步的时候 脚尖 向斜前方 在提膝的时候 很多同学是从正面过来的 是从侧面来的 大家看一下正面看不到 如果是从侧面做的话 我们的边腿就是一个弧线 当然我们的边腿是直线 侧方直线 大家看一下 上步 能看到角度吗 如果是往外提的话 你的脚是在这个位置 膝盖在这个位置 那你的弧度在哪呢 边腿的时候 你是画了个大弧形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你的动作的预兆 很容易被对方判断出来 所以说在做提膝的时候 上步的同时 膝盖一定是往前的 好 看一下 上步 往前 自动旋转 往前 旋转 好 上步 提膝 所以说在做后边腿的时候 他们的都注意线路和起点 好提高边腿的爆发力 主要训练方法一下有几点 首先是蹲跳 有助于大腿 臀部同时发力 给大家做下示范 侧面看一下 第二 单腿跳跃跃障碍 或挖跳练习 这个单腿跳有助于 这个重心的平衡 挖跳练习 做边腿的大腿的弹力 这是两点 三 击打沙包练习 击打沙包练习 主要体验边腿的击打效果 以及提高边腿的速度和着力点 站立格斗式预备 上肢左转 同时右脚蹬地发力 重心移至左脚 右脚鼓四头肌带动膝盖 屈膝上抬 随即扣膝 同时右侧 胯部向前向左挺出 脚背绷直 带动右腿屈膝 向左侧摆起 随即挺膝 弹出小腿 同时上肢适当旋转 配合出腿 全部力点 会于脚背 落地迅速还原站立格斗式 边腿是三打中最常见的腿法 不仅攻击较为隐蔽 攻击距离可远可近 灵活多变 而且腿肌力度较大 能在比赛中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好好练习边腿 掌握好其中技法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咱们下节课继续学习左右正正途 再会